先把生姜切片 然后把八角 龟皮 干辣椒 炒果 白蔻 香叶 放入调料包中扎形口袋备用 锅空干后放入食盐和青花椒 全程用中小火把盐和青花椒炒出香味 盛出备用 然后把炒好的盐和青花椒插在老鹅身上 要里外都插到 用手勒抓入味 再放入姜片 小葱挤出葱汁 再刀到高度白酒 用葱姜再次把盐和花椒插均匀 然后盖上保鲜膜 冷藏腌制48小时 锅中烧爽水 把腌制好的老鹅身上的青花椒和姜片拿掉 放入锅中 再放入姜片 高度白酒去腥 然后再放入调料包 大火烧开 中小火慢炖40分钟 再关火焖20分钟 捞出装盆漆片 美味即成 再在烧老鹅圆烫中加入生抽和麻油作为蘸料 盐水老鹅就做好了